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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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敢私藏此物 将其拿出来拍卖的缘由之一 胡玉霜很坦然 只是之一 这么说 贵蒙还有其他的缘由了吗 浮游族大成老者缓缓地问道 不错 这另外的缘由呢 就是这滴灵血虽然说看似来头甚大 但是具体效用本蒙却还是一头雾水 根本呢就找不到门路的 经过研究之后啊 除了知道 此灵血浸泡过一段时间的清水 可以化为近似万年灵乳这样恢复法力的灵液之外 其本体蕴含的恐怖的能量 却根本没有办法集体出来的 更找不到能将其炼化的丝毫的方法 这灵血没有办法炼化 犹大成老怪意外了起来 这个东西既然可能是祖龙之血 肯定是妙用无穷啊 若能被轻易炼化的话 本蒙怎么会舍得把它拿出来拍卖呢 不过 这位道友都是神通广大和大有机缘之人 本蒙做不到的事情 那可就不代表诸位也都没有办法做到 要是真的能够炼化此灵血之后 估计直接飞升仙界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了 要是没有信心 不参加此物的拍卖也就是了嘛 呼吁双很快地解释了几句 这灵血 硬含这么恐怖的能量在里边 就算说不是祖龙之血 那也绝对是某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存在的惊喜 此宝物 老夫是要定了 一座飞屋当中 传出了一名大成老祖平静的声音 此等宝物 道友说要就要了 那也要看看其他人是不是同意啊 胡亚套 开始拍卖此宝吧 另外一名大成老怪却发出了一阵狂笑 其他的飞屋当中 虽然说并没有传出声音 但是从他们之间弥漫的诡异的气息来看 显然这些大成啊 也都对这滴金色的灵血怦然心动了 至于广场当中的众多的普通的一族 更是两眼瞪得宛如灯笼一般大呀 看下了那滴黄金血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的 这一次的拍卖会 竟然能够见到这等不可思议的宝物 就算知道不可能落到他们的手中 也都大敢不虚辞行了 此灵蟹拍卖底价十亿零食 下面的开始 慢着 诸位前辈 在下好像对这屋有一些模糊的印象 但是一时之间呢 又想不起具体的东西来 可否尽些让我仔细的鉴定一下啊 一个阴沉的男子的声音从广场前排响起 接着直接一名面目普通身穿黑袍的男子站了起来 哦 怎么 道友认得这灵蟹吗 胡雨昌神色一遍美目一下子就盯住了这个人 其他人呢也都是大吃了一惊 同样刷地一下子看了过去 就连原本在十台四周闭幕的四名商盟长老 也为之动容地睁开了眼睛 这滴灵血 可是每过十二个时辰 就会有一道五色的彩虹 从中一旁而出啊 黑袍男子沉音了一下 这才缓缓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此事 人本心中还有几封怀疑的妇人 当即惊喜交加 这个在下要确认一下 才能知道是否没有认错这灵血的来历 黑袍男子呢 并没有直接回答所问 反而是含糊其词 四位长老 你们看呢 胡雨昌犹豫了一下 公身冲刺名商盟长老 问了一句 明兄啊 你觉得怎么样啊 经周老者却仰头冲高空 问了一句 既然他先前没说错 那就让他上前辨认一下吧 有我们几个老家伙亲自坐镇 还怕欺欺一名合体小家伙 动什么心思不成吗 明兄觉得可以 那就让他上来看一下吧 但是不能亲手接触灵血 只能在近些的地方辨认一下 新兽老者显然是极为的谨慎 是 晚辈明白了 好了 这位道友 你现在可以过来了 胡雨昌这个时候望向了那个男子 如此一来广场上一族和飞舞当中的一干大城 自然就把所有的目光全都放到了这黑袍男子的身上 他已经走向了石台 编刻的功夫之后就出现在了美艳妇人的身前 仔细观察着这近在直指的波娱 啊 果然如此 看来没错了 不过为了外衣 在下可否亲自取协里面的灵业 再做最后的判断呢 这名男子喃喃自语了几句 忽然回头从旁边的妇人说了一句 可以啊 但是不能记得太多 胡雨昌眉头一皱 但还是点了点头同意了 道友放心 在下会有分寸的 道友先解开尽致吧 黑袍男子淡淡一笑 这个自然 胡雨霜单手法掘掐动 再往这波娱上一拍而去 哼一声 那波娱表面啊 狭光一卷 一层无形的波动 立刻溃散而开 黑袍男子见此 上前一步手臂一抬 一根手指 冲着波娱虚空一点 透明的波娱微微一震 顿时 里面的液体一下子就卷动而起 一颗拇指大小的液体呢 从中一飞而冲 胡雨霜一看清楚 此灵液体积的大小之后 心中 对我的微微一松啊 这点灵液 自然是无所谓呢 就在妇人刚这么想的时候 黑袍男子已经随意的向前方一抓而去 似乎要将飞出去的灵液一把捞住 胡雨霜见此 手指尖灵光微微一闪 准备再施法 将波娱的禁止重新恢复流出 可就在这个时候 轻瘦的老者忽然脸色一见一声怒吼 救手小贝 你要做什么 还刚落 这位商萌大成 袖子一抖 一只看似普通的手掌一踏而出 一下子和化为了蓝色的遮天巨手 直奔黑袍男子闪电般的一种而下 灰双剑子一下子环湿色 指尖瞬间是灵光大放 闪电一般的从波娱一点而去 但这已经有些迟了 黑袍男子嘴中 已经发出了嘎嘎嘎的跪笑之声 这头顶的剧长是视若不见 反而是身躯 一下子爆发出了一片银色的光响 瞬间往前方一扫而去 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荧光一闪而过之后 波娱连同里边所成的东西 一个模糊过后 就在远处凭空的消失了 不过这个时候 蓝色巨手也已经气势汹汹的压下 一股庞然俱力是一招而下 蓝子想躲 同样是千难万难的事情了 扑的一声 黑袍男子头顶处是 诡异的波动涌现 一道黑面一弦而现 并毫不犹豫的一手一扬 一只赤红的剧长浮现而出 向宫中一扬而去 一声地中深游般的巨响 两只剧长瞬间就撞击到了一起 一股强烈的震波当即荡压而开 将石台上站立的三名工装女子 以及胡雨霜都硬生生的一卷飞出 掉落到了石台之外 竟然真的有人敢在拍门会上动手 竟然有人和黑袍男子硬生生配合 劫走了灵血 思雨中的寒厉也一时之间有些愕然了 青少老者满脸惊怒之色 他单手一掐绝一颗青色的金球和一柄银子的小锤就从身上一飞而出 青色银球只是往高空一个盘旋过后 当即一层青茫茫的光幕一色而下 将整座的石台全都找到了其中 银色的小锤一个晃动之后则被他的主人一把抓住 银风一抖立刻就化为了杖许之巨 铜铁翁铭之声大气呀 一道道银子的电弧是缭绕浮现 你二人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敢在太祟爷的头上动筒 青少的老者冷冷地问了一句 虽然说灵血被劫走了 但是却并没有看到他有多么的惊慌 而无论是黑袍男子还是灰影 都已经显露出了大成以上的惊人的修为 虽然不可能是什么无名之辈 石台上另外三个角落处的商盟长老 也面无表情地站起了身 提表灵光连闪之下 各自放出了护身宝物 刚好呢 将黑袍男子连从上方的灰影全都围在了其中 天空中的鲜月之声一下子是戛然而止 五色云霞一飞 一队队煞气冲天的假式 从中一冲而出 但那个广场啊 在这个是水泄不通 同时一层层有云或者是无形的法阵 在广场附近是密密麻麻的涌现出来了 将四周的全都化为了禁地般的存在 这个时候 那道灰影通体式光芒一连 也终于现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这是一名身材矮小 又长须的灰袍老者 东西拿到了吗 别被他们用假货给骗了去 长须老者冲着黑袍男子淡淡的问了一句 我出手还不放心吧 的确是那祖龙知血不表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轻易地出手的 黑袍男子是黑黑一阵低笑 这就好 不忘我们从族中出来这一趟咯 哎呀 还忙了这么长的时间 想起来要是换了个假的 那可是得不偿失咯 长须老者呢 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 这两个人 竟然对四名商盟长老师示弱无睹 反而自估自地说起了话 经受老者目睹此景 自然是不人大怒 可脸上却并没有多少意思 反而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二位道友 你们现在可是插翅都难飞了 若是说现在肯把这灵血交出来 本盟呢 还可宽大处理此事 将你们刚才的举动 使作一时冲动而为 但若是真的打算捷宝而走 那可就别怪本盟已多起手 哈哈哈哈 瞧出来 你当我二人花费这么大的功夫 出现在这干什么呢 陪你玩呢 想都别想吧 黑袍男子狂笑了起来 脸上隐约可见讥讽 和他们费什么话 快点走吧 长袭老者呢 已经不耐烦了 发现 我们两个人想想的话 他们又怎么可能拦得住呢 黑袍男子满不在乎 但是单手一个翻转过后 默然献出了一枚 墨绿色的阵盘出来 并往身前一抛而去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阵盘中凌翁一闪 一颗绿色的幼苗凭空涌现而出 并在与会心之间化为了一颗 墨绿色的苍天巨树 喊了一看清楚 这颗巨树的模样 瞳孔不禁微微一缩 动手 新兽老者目睹此景 毫不犹豫的一声低贺 手中银子的巨锤猛然一举 冲着石台中心出事 狠狠一击而去 红地声 青色的光幕之内 电光一闪一道往口粗的银湖 从天而降 直奔着墨绿的巨目是一批而去 这位商能长老倒是清楚得很 知道同为大成存在 直接从对方出手的话 短时间之内呢 多半没有办法奈何对方 故而将目标一下子就放在了突然冒出来的巨目之上 虽然说并不知道 此巨目有什么诡异的作用 但是将其毁掉肯定不会是错的 其他三名长老见词自然也毫不犹豫的出手了 其把这宝翁明之声一起啊 往高空移聚之后 经连接一气化为了一座 光辖巨山 往下方泣汹汹的事 一落而去 只见这巨山 锐起万道 上文真的落下 一根根无形丝线 就像密密麻麻的急事而下 似乎要将这两个人 连同十太一同 洞穿着千疮百孔 光幕之下的黑袍男子 却是狂笑一声 真正一个闪动就一个模糊的 又入到了巨目当中 至于说 这长期老者 缅虎表情一掐绝 也化为一道惊鸿 顿入其中 红一声 银色变呼一闪过后 就劈到了巨目之下 而数十丈高的参天巨目 体表无数的电子跳跃不已 一股焦糊的味道散发而冲 很快的枯萎化为了飞灰 原本应该在剧墓里的黑袍男子二人 这个时候却踪地皆无 啊 跑掉了 经济老者为之恶然了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其余的三名商盟长老 互相看了眼之后 也都流露出了 骇然的神色 此地早就被他们商盟布下了层层法阵 光是那尽空尽至 它就得有五六个之多呀 可竟然还让人能够大模大样的 借物顺移而走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用慌张 这里可是洞天之地 早已经被经营的铜墙铁壁一般 就是跑 能跑到哪儿去啊 不对 这二人竟然弄到了 本盟长老才有的进入服务 竟然撕开了进去 真跑成了洞天 死没长老 随我快快去追 高空中传来的明僧 这位商盟主持人的声音 一开始啊 还从容不迫 他马上就通过神念 发现了什么 当即惊怒的说道 接着就看到高空当中 一团金光破空射出 几个闪动过后 就在远处消失的是 无影无踪 青瘦老者等人 四人脸色一变 同样动光一起 各自化为一道金红 是尾随而去 只留下了广场当中 面面相聚的一杆 参加拍卖的一族人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551回 第1551回 感谢观看